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年历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刚刚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是多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先把那个综合练习,本来这个是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改成用VBA,VBA至于怎么写,云端白板上面有啦 所以假如你写的比较慢的同学没关系啦 你就是先用复制贴上的,先能够run 然后呢,之后再找时间把,最好可以把程式重新再撰写过 因为大部分的程式都,基本上在Excel里面就是不外乎列,不外乎缆 然后你把范围先确定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做逻辑判断 然后判断之后,看你要变幻格式呢,还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置 其实做法都大同小异 所以你们可以把刚刚的程式当成范本 OK,以后可以拿来做一些相关的变动 好,那再来就是把刚刚的程式呢,把它稍微再变成按钮 所以刚刚这个是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是自己写的,所以按下去,它两个都OK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格式化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是用for一个一个储存格,抓出来之后做判断 那如果是礼拜六,那就给一个礼拜六的颜色 如果礼拜天,就给礼拜天的颜色 那你会看到这个格式就出现了 那还原的话就是用range 整个范围一次性的把它还原 OK,那最后如果我今天希望想要改一下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是手动改,比如说我要改成2022好了 OK,那其实很简单嘛 其实只要改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改动之后的话 那其他的就跟着变动,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这个用eday 所以这边用eday,所以他会跟着他 这个底下是跟着他 所以其实底下的程式基本上不需要变动 我只需要变动什么? 只需要变动这边的日期 日期里面的年就可以了 月跟日,反正后面就一定是斜线1,斜线1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希望能够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是这样 按下他之后年历,假设叫年历 然后我只要变动这边的年 后面都一样是1月1号 然后就帮我把它里面的 礼拜六礼拜天也许先还原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还原,他的位置会不对 然后再帮我把新的礼拜六礼拜天的位置 重新再格式化 这要怎么做,我们先demo一下 所以理论上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变动的是这个日期 帮我改一下,比如说2024好了 OK,2024对 然后他会按下他跳出一个年份 那这个年份的话就输入2024 那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2024